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是为了因应全球原物料成本上升 但民众不需要太恐慌 因供货商货源没有问题 加上超市通常还会有备货 很快就会补货上架 只是这样的空前绝景 现在也登上英国BBC 探讨台湾抢购卫生纸背后恐慌 BBC指出原物料价格 拉抬全球卫生纸价看似有理 但目前仅传出少数相关案例 美国甚至预计各大民生用品供应商 将砍价竞争 BBC指出台湾政府应变迅速 不仅以下令调查涨价原因 消保处也取得国内四大卖场 承诺动涨至三月中旬 提前联合涨价将招致罚款 量饭业者也保证不会囤货 新闻时事报 那续为林郑林郑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